台灣內部的狀況 現在缺電的危機 如果你所住之處沒有缺電 那你真的非常幸運 因為桃園人現在真的覺得太煩了 又停電 5月6號他們的一個電感被拉斷了 又有200多戶停電了 你說200多戶還好嗎 人家桃園現在光是4月份停電了35次 平均每天都在停電 29萬多戶受到影響 那你往大了看 在這個整個半年以來 桃園停了170多次電 為什麼一天到晚在停電 這電的問題真的很大 所以我們來看 本來一個反核的中間力量 現在站出來說 不好意思我現在變挺核人士了 河縮董事長童子賢 他說真的沒電不行 所以他建議的是 核二廠核三廠應該要研議 甚至他認為應該要繼續改新的核電廠 才能夠徹底解決台灣現在缺電的問題 那我就要請教士聰哥了 現在是不是大家的一個觀念或想法 已經開始有一點轉變 對沒錯 實際上在過去一段時間 這個所謂的反核力量 在社會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聲音 但是問題是擺在眼前的是最近真的 大家從幾年前開始就覺得說 好像常常出現缺電的 或是跳電的這個狀況 那桃園來說的話 譬如說在5月6號 在大園如主這個地方來說的話 他要停電 當然停電他有很多原因 那5月已經恢復供電了 那尤其是這半個月以來 桃園已經停電 大概20次左右的一個狀況 那這是415這個限電危機之後 第一次出現這樣一個情形 那包括夜中光 這個他就說 他是降 因為目前為止來說 疑似可能有降低電壓供電的這個狀況 那因為降低電壓供電來說 可能對一些老舊的電線 或是有點影響 所以不排除就是因為這樣出現一個缺 斷電的這個狀況 但是事實上台電目前為止 也在做這個所謂的電網韌性的這個部分 也在更新 所以我覺得如果更新的速度加快的話 或許這個方面會減少 但是擺在眼前的確是這樣 就是北部供電不足 這是事實 因為為什麼 因為北部台灣本來的供電大部分 用電本來大部分就在北部這個地方 但是北部 這個供電量比較少 那所以就變成是說 要南電北送這樣一個情形 那因為缺電量 供電量整個不足的這個情形 雖然台電說足夠 那政府也說OK的 但是在野黨就說明明不夠 很多學者都不夠 但是擺在眼前來說 我們會常常看到跳電缺電或是停電 當然民眾會覺得好像真的是不夠 好 那這時候 就是變成是能源的這個轉型 或是能源議題就被提上台面 那這幾天的時候 剛好核碩董事長在接受這個媒體的這個訪問 專訪的時候 他就提到就是說 他建議 這是他的建議 他說核二核三可以研議 那核一核四把它產平 然後各設兩座所謂的芬蘭的 OL三型的這個所謂的核電廠 所以他認為說如果用這樣的方式來說 我們核電大概可以下這個佔比 我們台灣的三成的發電量 然後加上綠能的發電量 這樣等於是說我們在非這個所謂 環保的發電量可以達到50 因為歐洲是把核能當作是綠能 對 沒錯 所以用這樣的方式來說 還是可以達到國際對我們的要求 我們所謂的50%綠能 或是非燃料的發電 是還是可以達到50% 那時鐘哥同指閒的意思是 我們把核能加進來 我們很快就可以達到 國際現在要求的綠能的標準 對 沒錯 因為這樣 因為核能占比比較高 所以電價可以下滑30%左右的狀況 我們今天講他這個主張 那為什麼他的主張會引起大家的注意 主要原因就是說 因為媒體的報導 原本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賴清德總統當選人 他是屬於童子閒擔任行政院長的 他也跟他談過非常多次 後來為什麼童子閒沒有答應呢 當然有很多外在原因 我相信可能電力也是一個考量 他如果真的他來了 他的主張是這樣 但是到底能不能夠做到 這個他沒有辦法 沒有把握 那我們到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我們再看另外一個人 就是我們即將上任的經濟部長 郭志輝 郭志輝其實他的立場來說 跟童子閒比較不一樣 因為郭志輝他自己本身 他有做所謂的綠能這一塊 所以他的立場 是有點不太一樣的狀況 那到底我們未來的發展方向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等要等到 這個新政府上台之後 可能有一個更明確 不過我認為 他這時候出來講來說的話 可能就是一個放風聲 帶風向 試探一下 試探他明星的這個反應 到底是怎樣一個狀況 好 那他講的這個OL3 這是什麼東西呢 這是這個芬蘭的這個 奧爾基洛托的這個核電廠3號 他這個算是比較新型的 這個核子反應爐 然後這個比較新型的核子反應爐 但是到正式來說 我覺得他這個主張 可能我們經濟部就說 你這個所謂發電量或電價 達不到同值錢的估算 為什麼達不到呢 因為這個OL3的這個核子反應爐 你蓋了也需要時間 因為芬蘭蓋的時候 他蓋了18年的時間 他前天後花了120億 然後花了120億之後 後來才能夠 因為他有60年左右的運轉的這個時間點 也就是說你現在蓋 也需要時間 這個不可能那麼 你看核二核三研議 然後核一核四產品 各設兩座 蓋下去 好了我們假設不要像芬蘭蓋18年 我們蓋個五年六年 這個好像也沒辦法達成 短期之間的這個目標 不過我覺得無論如何 他是拋出來一個 所謂的核能是不是可以 研議的這個議題 尤其他自己說 他說他過去其實是個 堅定的反核者 他現在有不一樣的想法 那加上說他對新政府 他有非常大的這個 我相信他有非常大的建言空間 所以我覺得或許 我們在觀察說 這個政府會不會立場 有所轉變的一個狀況 再加上 其實我覺得有可能會轉變 因為賴清德總統他曾經說過 他是一個非常傾聽民意的狀況 他是民意為上 所以會不會有一些轉變 我們當然在 這是我們的研判 但是我們在看接下來的情形 其實我們可以參考另外一個國家 就是日本 因為日本 為什麼大家會對核能 在這個約莫賽2016 這個小英總統上台之後 會有一個比較明顯的反對聲音 就是因為福島核災 但是因為福島核災來說 對日本來說 他們原本也是關閉了 幾乎日本島上的所有的核電廠 但他現在沒辦法 他們現在又重新啟動 目前已經重新啟動12座 這個是在安倍時代就這樣做的 然後另外一個還蓋一個新的核電廠 那尤其是他們說了 我們在2030年的時候 要把這個核電的比重提高到20到22% 為什麼 因為核電是一個非常好的基載電力 因為它是很穩定 相對於風力 火力 相對於風力 太陽能 它不穩定 它看天吃飯 然後再來說說因為它的成本比較低 然後再來減碳 然後尤其是日本是孤島 孤島型的電網 它很多天然氣什麼都要從海外運 跟台灣一模一樣 所以它這樣做 所以我們就來設算 假設台灣用這樣做的話 核二核三目前為止佔我們台灣發電量11% 然後11裡面來說 因為目前為止台電給我們的資料裡面來說的話 核能發電的成本是1.65塊一度 那這個火力發電來說是4塊一度 那如果天然氣可能更高 那如果用這樣子來 因為沒有核能就要用火力來替代 如果用這樣來算的話 10年大概可以省到一兆新台幣左右的一個狀況 那所以你就知道說 市場兩座電廠演藝大概花10億 所以才說 這個氛圍目前為止 孤子線拋出來了 那拋出來了之後 我們新的經濟部長當然就要接招 然後以童子賢跟賴欣哲總統的 兩個交好的關係 再加上說賴欣哲總統 他的主張是說民意為上 那是不是民意如果真的聲音很大的時候 會不會出現一個轉向 我覺得這個值得觀察